这样回你信息的女人正在想念你 恋爱中的两个人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一起 肯定也有分开的时候 可能时间长也可能时间短 那么两个人一定会互相牵挂的 因为两个人有感情有爱尤其是女人 一旦爱上了很容易牵挂自己的爱人 不过女人要是不爱你那她不会牵挂你 如果你要想知道她是不是会想念你 那就看看你们分开时她对你的态度 看看以下这几点 如果你的女人那么跟你回信息 那她肯定很想念你 第一对你发的消息秒回复 一般来说你的女人要是很想你 她就会回忆你们的点点滴滴 想知道你的动态 那么她就会一直抱着手机 翻看你们两个人的消息记录 回忆着你们之间发生的事情 如果这时你给她发消息 她一定会秒回的 你可不要不在意 认为这只是巧合 其实是她在想你 还有就是你给她发消息的期间 你给她发的每一条消息 她都是秒回复 不管你发每条消息 也是因为身边有事间隔多少分钟 她都是立马回复 她这样是因为她真的很想你 就一直抱着手机等你的消息 第二打电话或发消息 问你身在何处 如果女人打电话这样问你 那个你在哪里啊 这时你可不要不在意 以为她只是单纯的问你一下 其实她的言下之意是 她想你了 她想让你去陪她 所以呢男人一定要多留意一下 不要辜负了女人对你的想念 相反如果你的女人根本就不想你 她才不会无聊的问你在哪里 问你在哪里也没有意义 第三她想和你视频通话 比如你正在跟女朋友微信聊天 然后她就非常想要和你视频通话 其实她这样可能就是因为 她非常想念你 想要看看你 听听你的声音 虽然这时候她碰触不到你 但是看着你熟悉的脸庞 听着你熟悉的声音 仿佛你就在她身边一样 她这样就很开心 很知足了 第四 夜晚和你聊到深夜 夜晚是最容易让人回忆 想念的时刻了 如果这时候她给你打电话 或者发微信 跟你聊一聊她一天的事情 分享一些趣事 问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好玩的事 有没有遇到麻烦 总之她滔滔不绝的 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聊了很长时间 也不舍得和你说再见 她如果这样的话 你可不要以为 她只是一时兴起 其实她真的是非常想你 如果她不想你的话 那干嘛大半夜不睡觉 跟你聊这么久 还聊得这么起劲 第五 突然对你说 我想你了 如果你们打电话 或者发微信聊天的时候 她突然对你说了句 我想你了 这时你可千万不要不在意 以为她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女人一般不会直接 对男人这么说 当然也有女人经常这么说 所以见怪不怪的 但如果你的女人 通常不会对你说想你了 等这么直接的话 如今突然说了 你可不要忽略她的感受 其实她真的非常想你 对你的想念快达到极限了 所以才突然对你说 所以说你不能敷衍一下 她就算了 你要跟她多聊一会儿 说一些有趣的事哄哄她 然后平时有空 一定要多陪陪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